开放退费第二天早上11点 原百姓A13刚开门还没看到消费者 保龄茶室开放在3月17到25号用餐的民众 可以全额退费 一共91笔消费记录 但3月31号第一天只有三笔订单来退 北市法务局表示 已经退款的这三笔订单中 餐点包含炒果条炒面还有香兰叶茶 三笔消费金额总共超过800元 他们目前好像是公告的方式 那因为我们卫生局也有可以查发票的区域 那在市场计则会也有宣布 所以民众就是会有得知讯息 那就可以以他们公告的方式 去那边把那个款项领回来 用餐的钱要退 吃到食物中毒身体不舒服的人也要赔 针对保险理赔方面 目前已经确定保龄茶室的大房东原百 投保的国泰产血将会理赔 保额有数亿元 但保龄茶室的二房东 大时代网场投保的新安东京产血 是否理赔还没定案 北市法务局在1号早上11点 召集了肖保国安商业处 也邀请大时代餐饮集团 和大时代投保的新安东京产血公司 都派员出席 新安东基是否会赔讨论结果 下午才会出炉 以会议的讨论的结果为主 那下午市长记者会的时候 应该就会对外说明 保龄茶室中毒案 除了要积极抢救人命 后续退费理赔也都持续进行中 TV新闻综合播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